花蓮縣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花蓮市分會 6月份在美輪山舉辦了 親子聯誼近山見走活動 號召了將近80位的會員 在疫情過後走出戶外 拿起了夾子、垃圾袋走上了山頭 以邊運動邊撿垃圾的方式 為環境清潔盡一份心力 大活人戴起手套拿起夾子 走上美輪山上足以撿石垃圾 這是花蓮縣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花蓮市分會 在日前號召將近80位的會員 一同來到美輪山辦理的 親子聯誼近山見走活動 就是希望可以在後疫情時代 帶領會員走出戶外 也讓前來美輪山運動的民眾 都可以有一個更親近的活動空間 花蓮市後備憲兵和松協會 在此舉辦6月份的 我們的親子活動 藉由這個機會 以及對我們這個社區來進行一份發展的力量 我們希望在花蓮市加強我們的團結 特別來這裡舉辦了這次的活動 也藉由這次希望在美輪山能夠留下比較好的進步 在這個活動當中我們要在美輪山做環境的清潔 跟我們要付出我們的環境環保 所以我們做這個活動真的蠻有意義的 還有注意我們夫人跟家庭的和諧跟和樂 所以難得的機會大家能夠在這裡舉辦 這個一種學長們和夫人們在一塊的 這個家庭的活動 難得今天公主的日曆 我想辦這活動很開心也很有意義 後縣和松協會這次號召將近80位的會員 一同來到美輪山 除了走出戶外大口呼吸 他們的任務是進山 大活精神抖手 一起沿著山路撿石垃圾 維護山林整潔 屏著炎熱的艷陽 一起為花蓮這片好山好水 盡一份微薄心力 記者華蓮市綜合報導